男孩对着五彩石许下愿望 无数棒棒糖从兜里冒了出来 随后一座66.6米高的城堡拔地而起 紧接着出现一条深深的峡谷 见石头这么厉害 三个孩子都抢着许愿 可一不小心 五彩石掉到峡谷里 他们可不想这么放弃 于是到峡谷中寻找 发现五彩石在一块石头上 卷毛伸手去拿 没想到那竟然是鳄鱼的头 他一张嘴 把五彩石吞了进去 卷毛没有害怕 纵身一跳 钻到鳄鱼嘴里 一片五彩霞光闪过 他又被吐了出来 随口说道 这里的鳄鱼能用四条腿跑 下一秒 鳄鱼就站了起来 他的愿望又成真了 吓得他们赶紧逃命 可前面没有路了 又说道 我希望有东西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随后就被一头翼龙抓了起来 重重地扔到城堡上 可鳄鱼还没放弃 跟壁虎一样 贴着城堡往上爬 许愿有不求救电话 没想到电话长到了头上 这时鳄鱼爬了上来 赶紧说 把鳄鱼吹回峡谷 随后就刮起十二级大风 就在这时 上方的翼龙朝卷毛吐了一口口水 他们发现不能随便许愿 于是要求重新开始 眨眼间几人就回到家中 先把酷酷的电话辩了回去 然后许下心愿 希望他们中有人能超级聪明 结果一点变化都没有 突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 原来五个月的小妹会说话了 而且还能通过心灵感应 跟他们对话 这石头也太邪门了 不能留着 于是变出一辆头石车 把石头放在上面 搜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不过更大的麻烦随之而来 男孩骑在树上 下面的孩子朝他丢着石头 捡起一块五彩石 用力丢了出去 正好砸中男孩的头 他眼前一黑掉了下去 醒来后 手里竟然有一块五彩石 石头还让他许下愿望 他说我希望有很多小伙伴 下一秒 空中出现三个迷你飞碟 围着他不停地旋转 回到家后 把他们装进书包里 可不甘寂寞的飞碟 偷偷拉开拉链 自己跑了出来 根据电视上的教程 做起了大餐 先倒杯山羊牛奶 扔几个公鸡蛋 把葱切成小段 然后不停地搅拌均匀 毫不知情的小帅 还在跟父母聊天 听到厨房有动静 过来一看 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 随后被飞碟推到座位上 然后把一盘盘菜 端到桌子上摆好 真是色香味俱全 另一边的爸妈 还在吃方便面 回到卧室后 把飞碟放了出来 蒙上眼睛 眨眼间就把房间 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后张开大嘴 让飞碟给他清理牙齿 还把牙套取了下来 随后问飞碟 是不是很厉害 这时一个红色飞碟 停在洗漱台上 从里面走出一个迷你笑人 一拳就把小帅干翻在地 上学时 让飞碟带着他跑 比凌波微步快多了 还在书包里放了零食 防止他们无聊 不过飞碟还是偷偷拉开拉链 自己飞了出来 围绕着同学们飞来飞去 老师正在做化学实验 看到飞碟后 手一抖 就发生了爆炸 飞碟趁机在教室里 搞了一番破坏 顺便帮小帅教训了下 经常欺负他的那几个同学 小帅不小心从窗户里掉了下去 摔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吃饭时 小帅一勺子扣在自己脑门上 再看人家女孩 脱下鞋子 用脚趾使勺子一样轻松 还喝了杯果汁 味道棒极乐 随后再弄点奶油抹到面包上 一脚踢到小帅脸上 晚上妈妈查看小帅的伤势 顺便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包里 然后去参加晚会 妈妈跟老公说 我们应该亲密些 下一秒 包里闪出五彩霞光 他们就变成了连体人 见有人来了 赶紧跳到草丛里 而包包被小花捡走了 看到小帅被哥哥欺负 小花说 真希望你是又蠢又笨的小甲虫 结果哥哥就成了小虫子 然而可怕的事情才刚刚发生 女孩对着五彩石许了个愿 结果爸爸就长出一对大耳朵 又许愿变出一辆火箭摩托车 手一用力 摩托车急驰而去 动力十足 可速度太快 没杀住车 一头塞到了垃圾桶里 小帅捡起石头 让愿望取消掉 所有人都恢复了原样 然后转了两圈 把石头扔了出去 没想到被姐姐捡到 她要去博士家 辅导小山作业 怕感染新冠 进门就要全面消毒 小山来到楼上拿计算器 顺便把鼻石甩到实验台上 看到桌子上的五彩石 就被深深的迷住了 拿起石头看个不停 随口说道 希望爸爸的实验快点完成 下一秒 实验就自动坐了起来 桌上的鼻石迅速膨胀 越来越大 逃出了玻璃罩 这时小帅来找五彩石 可小山不想给 争执中石头飞了出去 正好被鼻石怪兽一口吞下 他还想吞噬其他人 众人吓得赶忙逃跑 小帅伸出手臂 想把五彩石掏出来 可被怪兽举起来就要吃掉 小山抠了抠鼻子说 你要把我兄弟吃掉 我就把你兄弟吃掉 怪兽非常害怕 放下小帅 抓起鼻石看了看 正是他的亲兄弟 随后还想吃掉小山 幸好爸爸拿来吸尘器 把鼻石吸了进去 小帅捡起五彩石 没想到被小花一拳干倒 石头被小花爸爸捡到 他说想要很多很多钱 结果脚下的钱越来越多 堆成一座大厦 然后许愿变成最有力量的人 随后他就变成了机器怪兽 小花捡起石头变成了蜜蜂 围着机器怪兽不停地转圈圈 哥哥变成一只巨型甲壳虫 小帅招来他的飞蝶朋友们 无数飞蝶把机器怪兽团团围住 卷毛也叫来鳄鱼大军 可这么多人依旧打不过机器怪兽 正在这时 一个婴儿走了过来 突然一只怪兽向婴儿砸去 他用心灵感应说 鳄鱼就停在了空中 然后说 五彩石落到贪婪人的手上 就意味着世界末日不远了 随后让众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时博士跑了过来 让人们把能量放大液涂在手上 集中大家的能量 把石头放在中间 石头不断地旋转 越来越大 最后砰的一声成了无数粉末 随后变成雨落到人们头上 这时远处又出现一道彩虹 不知道石头会被哪个幸运儿 女人身后有只怪兽 不停地吸收着她的氧气 明明每天大鱼大漏 可吃完上乘一看 体重不仅没长 反而瘦了一斤 而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是一只吸纸怪附在她身上 无时无刻地吸食着她的能量 这天女人照常来到健身房 别人都在跑步举杠铃 而她却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奶茶 还不断向别人炫耀自己 狂吃不胖 身后的吸纸怪 此时也是吸得不易乐乎 而这一幕 刚好被天生拥有阴阳眼的小美看到 小美感觉事情不妙 于是悄悄跟了过去 细心观察后 她发现 这种吸纸怪只要附在人体上 就会不停地稀释 照这样下去 女人迟早要被吸干 她想上去帮忙 可自己只是一个拥有阴阳眼的普通人 并不会驱魔 而女人依旧每天胡吃还喝 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这天女人去公司面试 面试官对女人的身材很满意 询问她平时是不是靠节食减肥 结果女人却得意洋洋地说 自己怎么吃都不会长胖 面试官一脸不相信 接着女人掀开袖子 将手臂上的纹身露了出来 说自从纹了这纹身 不管自己怎么吃都不会长胖 反而还掉秤 而小美这边 一直在寻找消灭吸纸怪的办法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近期两名死于厌食症的患者 都是这家健身房的会员 而他们身上有着相同的纹身 为了查出实情 小美决定到健身房举办的派对 以探究竟 女人明明每天都大吃大喝 但随着时间推移 她的面色逐渐变得苍白 为了弄清真相 小美决定独自来到派对寻找线索 刚走进去 就发现这里的人都有着模特般的身材 而他们身上都闻着一个相同的纹身 这让小美感到十分诡异 就在这时 她看到了健身房的那个女人 于是悄悄跟着女人来到洗手间 她站在女人旁边 故意吐槽自己一直被肥肉困扰 学问女人是怎么减肥的 女人说自己怎么吃都不会胖 她见小美挺投缘 便打算将减肥秘籍传给小美 她慢慢走到小美身边 抬起手搭在小美肩膀上 下一秒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女人身上的纹身一分为二 顺着手臂缓缓移到小美身上 没过多久 小帅得知女友独自一人来到夜店 连忙赶了过来 刚一上来 就看到女人身上的吸纸怪 她当即来到女人身边 一把掀起她的头发 小帅听后一脸无语 懒得解释那么多 她伸出手对着女人的纹身轻轻一拍 吸纸怪瞬间灰飞破散 纹身也随之消失 而女人因为长时间被附身 导致气血不足晕了过去 随后小帅在角落里找到了小美 此时她正疯狂地吃着东西 小帅感觉不对 仔细一看 发现小美的肩膀上竟然也出现了纹身 这下糟了 她连忙来到小美身边 想要将纹身拍掉 却遭到了小美的阻止 表示先别着急消除 想趁这机会让自己受几斤再说 毕竟节食减肥太难了 可小帅是个老直男 二话不说直接拍掉了纹身 现在得尽快找到吸纸怪的本体才行 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两人根据线索再次来到健身房 女人做完运动来到体重秤前 深吸一口气后 脱掉鞋子 慢慢踩了上去 希望体重能受几斤 可看到体重秤上显示的结果 女人顿时变得万念俱灰 就在这时体重秤突然冒起白烟 缓缓附在女人身上 小美看到这一幕 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体重秤才是罪魁祸首 因为人们每天面对持久不下的体重 都会散发出大量的负面情绪 久而久之 这些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积累 最终形成吸纸鬼 小美感觉不对 连忙上去提醒 可是为时已晚 怪物已经附在女人身上 她双眼通红 缓缓朝小美逼近 小美只好拿出浮伞 突然怪物一声巨吼 在场的人被吓得落荒而逃 小美临危不惧 怪物警告小美不要妨碍她 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造成的 要不是人类的不满足 不停地抱怨 我不可能有机可乘 可小美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捡起地上的碎片 划破自己的手指 释放出三脏之血 怪物瞬间变得面目猙獰 下一秒 直接从女人身体里蹦了出来 一点点朝小美逼近 危机时刻 小帅突然出现在小美身后 一掌将吸纸怪拍成白眼 很快白眼再次凝聚 小帅见状又是一掌 可那吸纸怪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再次凝聚 看来想要彻底消灭吸纸怪 得消灭她的本体才行 小帅连忙拿起一旁的压铃 用力砸向不远处的体重秤 随着体重秤的破损 一场吸纸怪危机终于解除 所以不要没事对着体重瞎琢磨 有些肥肉可能你眼睛一闭一睁 就自来而然瘦下去了